流感疫苗不管哪个厂牌每只都会贴上标签标筑日期 但新竹县卫生所竟然帮四位学龄前小朋友误打过期的流感疫苗 我们那个去年度的疫苗跟今年度的疫苗同时放在这个疫苗专用冰箱里面 所以造成同人有误取的情形 上个月14号家长带小朋友来卫生所打流感疫苗 打完之后双方都没察觉到异样 直到下午清点时 护理师发现怎么打到去年的这才亲自登门道歉 因为新冠疫苗评深标签为2021年 流感疫苗则是会标注未来是日期 不排除是护理师因为近期大量施打新冠疫苗才会没发现 但也让外界质疑过期的怎么还没销毁 这时候卫生所当初怎么保存疫苗就是关键 所有的温度跟环境都很重要 如果哪个环节出了错可能就会影响到疫苗的品质 打下去身体可能就会有些微反应 卫生所内过期的流感疫苗有9只4只打到小朋友身体里 剩下5只已经销毁 目前有两位小孩已经补打 接下来卫生所会成立调查小组 要来厘清过期的怎么还会混在冰箱里 TVBS新闻陈世民吴宇亚新竹开访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或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